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到一位超级大来宾 他就是陈兴旭 嗨 兴旭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陈兴旭 你最近因为刚刚那个东宫那个剧刚刚结束 最近在忙什么 跟大家先透露一下 感谢通告 然后宣传我们这个戏 我听说你平常有在吃素食是吗 是 你分享一下你最近的一个绿色的食物好不好 其实我每天早上我有一个自己的食物 就是去喝一些汁 青椒加上芹菜 加上苦瓜 香蕉 那你平常会叫外卖 还是自己做饭 我平常 我平常其实我爸妈做饭 因为今天我们这个活动 是一个地球月的公益的活动 在这个活动上面 你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的东西 就是乐幕志愿这个品牌 它会有一些理念 其实跟我们相同 因为我也曾经担任过 这个北京绿植的领养大使 我可能本人的这样的能力 或者是能量很小 但是我希望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带领我的朋友 我身边的人 让更多的人去关注环保 所以我觉得借跟我们乐幕志愿这一次推出的这个叫做网绿的这样的一个计划 对不对 非常特别 因为我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我觉得很有意思 你在生活当中 有没有一些什么环保的生活理念可以跟大家分享 瓶子在有这种三角可回收的和不可回收的 其实要区分开在这里 所以大家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注意一下这个垃圾的分类 没错 因为我们说到乐幕志愿 它其实有一个分类回收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然后在他们的店铺里面你有没有去体验过 对有一个这样的类似于一个资源回收的这样的一个容器 其实这样非常棒棒 所以乐幕志愿这么多产品里面你最喜欢用哪一个 这样的这个瓶子水第三代的 因为我平时 刚刚还想考你一下 这是第几代 其实就说它是第三代 看起来是真的 对我有在用 我是一个比较容易过敏的人 然后尤其是每天都戴妆 脸上就会有一些过敏的反应 瓶子水 然后就会让自己会维持稳定 你平常是怎么用的 就是直接把它涂在脸上吗 还是会有一些自己的小小的手法 我其实就是直接 直接这样涂 对 因为我不是很会用 每天拍戏也比较辛苦 然后到晚上其实 对 对对对 都会啊 赶紧弄完 所以选对好的产品很重要 因为就是当我们时间很忙的时候 或者说皮肤问题很多的时候 选择一款全校的有效的产品 比这种 当然手法也很重要 但是如果你没有 没有时间去学这些手法的话 就像兴许一样选对一款很好的产品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进入到一个非常八卦的时间 就是要 对 要来看一下 陈兴许随身携带的包包里面 到底有什么 包包拿上来 这是你用的包吗 这是我的包包 这也太可爱了吧 就是前两天去迪士尼买的那个包 我超级喜欢你的包 我看一下 这是在迪士尼买的 对 你平常会背吗 你来背起来我看看 哇塞 这也太可爱了 我来打开 真的要打开 太可爱了 这个包我真的没想到 所以你平常也是喜欢这种可爱的东西的 对 其实很简单啦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就是西游 好 这是西游面质 然后看看 这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口香糖 口香糖 这个口香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特别好吃 特别好吃 对 那我就不客气地再来尝一下 然后里面 我真的不敢相信 这是一个男偶像的包包里面拿出来的东西 又是西游面质 又是一个粉碎的 这个是一个眼药水 就是我浸水 然后会带引擎眼镜 香水 对 你会带这么小的香水 因为方便 对 我刚刚闻了这个味道 就是属于那种比较清淡的 没错 好 接下来呢 就是你平常在用的这些护肤品 是的 这个是灵脂水的中样 没错 然后看看 这个是什么 我们岳母支援的这样的一个防晒 然后隔离 其实我觉得 对于这个的时候 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我每次在上妆之前 尤其是在外景拍摄 就是很容易有紫外线啊阳光照射 就需要让自己就是更多的防晒 所以其实在夏天的时候 用一款这样的防晒 也可以帮助大家抵御紫外线的困扰 对 还有一个这个 这个我知道 这个是去痘凝胶 对 你也有痘痘的困扰 我其实我冒痘不是整脸 就是有的时候上妆久了 一个痘 所以其实你会把这个痘痘的 你都要放在随身鞋带 今天也非常谢谢兴许 在这个活动的现场呢 还跟我们分享了一下 他自己的护肤的秘诀 以及一些 这个关于环保的小心得 那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兴许 也多多支持兴许 我们也期待你有更多新的作品 可以跟大家见面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谢谢了 拜拜 下次再见